大甲松柏渔港是渔民捕渔后 运送渔货修补渔网等作业的重要海港 不过最近是由渔民来澄清 渔货仓库旁的道路因为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除了影响到运送渔货的安全外 年久失修的道路也有碍渔港观瞻 明代JTN也邀请相关单位来会堪 预计6月中前就能够来改善 地上的大小坑洞积满雨水 一旁还有用柏油补了又补的混泥土路面 现场跟堆叠杂物看起来是相当危险 这也是大甲松柏渔港渔货仓库旁的道路 每天清晨就有渔货从这里运送上岸 车子通行量大道路破损严重 多年来都没有进行修缮 路面不平涨 像现在一下也就有积水 还有行的方面 那个渔民要上这个岸来的 推鱼子上来时 车子的棉班友非常顺利的 再把这个渔物上岸 鱼子里面都在旁边 生活的旁边 这里在埋 所以这个环境没有经济好使 对了我们环境危险 对了我们渔民 给这个埋鱼子 重重社会 再来一个观感 因为我们刚才 我们小北港去港 一个观感 明代接获陈情邀及相关单位 到厂会刊试查 希望改善用路品质 台中市养护工程处表示 面积约1500平方公尺的道路 大约需花费百万元 原本的混泥土路面 将会以薄油路面整修取代 让道路更加平整也更安全 就是维持一个稳泥土路面的一个形势 那因此就是造成很多破除 跟积水的情况 那在这边也很感谢李议员 那也我们副市长也很重视 就是整个大甲地区的这些基础检设 那因此就是这次争取了 95万的经费 那我们这次改善的面积 会达到1500平方公尺 所以做起来 我们现在后院 这个经理刷 后院因为 现在周边几乎都没有空 但是现在台湾算起来 差不多事情通满 那周边也有做起来 路面改善工程最快6月中就能够进场 而这里也将与即将新建完工的 多功能集货厂做串合 让老鱼港大翻身 成为新颖的观光鱼港 除了提升市容 也希望成为观光亮点 振兴观光经济带动商机 这两位台中采访报导